站在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印度太基马哈林前 张开双臂比爱心拍照留念 今天10.25am 我来到第一次进入离开 我来到太特别的时刻 看晒晒 睽違了两个月太基马哈林重新开放 尽管每天只限制650人入场 却还是有人迫不及待赶来观光 其实不止太基马哈林 印度首都新德里部分解封 餐厅一半座位开放内用 菜市场购物中心地铁到处都是人 让医生们很紧张 毕竟印度现在每天还是有6万多例新增确诊 只要稍微不小心疫情可能就反弹 除了印度以外 另一个打算要重启观光的国家是泰国 泰国总理帕拉玉亲上火先喊话 说泰国已经订购1亿055万剂疫苗 从7月开始每个月要为千万人接种 尽管周三还是新增了2000多例确诊 泰国却已准备好 让普吉岛在7月1号重新迎接观光客上门 普吉岛将成为泰国第一个 正式恢复接待国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只要接种过疫苗 外国旅客到普吉岛可以不用隔离 甚至有酒店业者推出注意完 只要1美元的优惠方案 希望招揽欧美游客上门 挽救泰国观光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 我们下车為公图的使用 下车为公图的相似 感谢观看